《溝片與大片》 歡迎大家收看《溝片與大片》 很久沒見了 今天會講一下關於劇本的序事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每次看完戲都會想和朋友去談論一下 剛剛看完那套戲 一踏出戲院門口 就會聽到很多人說 這套戲很好看 諸如此類 但很快就會講一下劇情 就會想想 就又會爭論 那劇情怎樣為之一個好的劇情 怎樣為之一個不好的劇情 是否單純就是沒有什麼高潮起伏 或者很悶就是一個話語劇本 那首先講一下我的 在一個電影學 我本身就是學讀這個電影的 那我也有上過一個編劇課 而編劇課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浸大陸就讀過 那裏面有教過一個概念叫柳橋 柳橋 柳橋是來自香港本地劇本工作者所創造的 究竟什麼叫柳橋 其實大家可能都常常掛起嘴邊 就是可能是一段劇情和下一段劇情中間突然出現了一個變奏 但原來我不知道這樣教出來是否算不算是一種機密洩漏 因為其實我現在說的算是一些所謂的香港編劇裏面最起碼的基本功 但我不知道這些基本功是否等於它的100%功力 如果是的話都很惹笑 它裏面最主要是教了一個比較 我當時學劇本的老師會教 最主要來說 唯一的法寶 或者最殺死的法寶就是柳橋 如果用一些比較 比較大家熟悉的例子就好像是《賭神》 本身一開始《賭神》周潤發是一個 給大家看他是一個很聰明 充滿神秘感 又有一個人物 但突然間他又失職了 而且變成一個跟原本出場相反的角色 然後整個劇情就轉折了他失職的《賭神》 怎樣去跟柳德華適應的《刀仔》發生的一些趣事 這算是一個扭框 而究竟一套劇本有多少扭框為之好呢 其實最主要來說就是根據傳統的一個 即是劇情的一個鋪章 最主要就是有三點 就是起承 即還有轉 起承轉合 而每一個關鍵處都應該放置一個扭框位 而最好就是 最後結局就是一個超級大逆轉 譬如大家前排在《暗夜》 就是這個蝙蝠盒 裏面也有很多扭框位 大家也看到 完全沒想到 就會覺得整個劇情完全是清彩絕倫 而說了一些比較似乎好的例子 還有一些比較壞的例子 譬如前排在西亞馬蘭做監製 而且他自己親自到編劇的 忘記了中文譯是什麼 就是《魔鬼》 就說有一班人困在電梯上 裏面你發覺到 完全就是把剛才那個扭框的方程式 完全套現出來的 你會發覺到 當中整個套戲的進程 不斷扭框 可能前一秒的人突然暗示他有些變化 突然之間原來那個變化 在下一步就告訴你 其實劇本本身是特意欺騙你的 然後再下一秒就說 原來他真的有變化 但是你會發覺到 這種不斷扭框的形式 就似乎未免太過有點乏味 因為當他確實來說 他是一個將內容完全簡化的一種 一種抽象的方程式 即是一個公方程式 而且他是一種我認為是一種工具理性 他是將某一些電影的 所謂他認為一些成功要素 就將他抽取出來 就希望不斷地再去 用同一個形式去投入不同的 因為其實他為什麼要教這套形式 最主要來說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根據這個起承轉合的扭框 可以塞不同的劇情下去 那你就可以不用怎樣用腦 或者根據這個方法 你可以生產很多不同的劇本 而裏面已經包含著比較清楚的元素 因為其實大家對於觀眾 或者坊間一般的人物 其實最主要去看電影都是想尋一下刺激 尋開心 只要你看到劇情有些引人入勝 有些轉折 有些矛盾的表現 已經覺得很開心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工具化的形式 甚至乎究竟怎樣為之一個好的扭框 是否首先第一部分突然間有個男人 而第二部分變成一個女人 或者究竟怎樣才可以將那個 因為如果你說要好好發揮這個形式 或者似乎他亦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他頂多就是不斷去 似乎都在於你怎樣填裡面的內容 所以其實最主要來說 我們不應該好像這個工具化的 劇本的一個方法論 是很外部地把一些不同的內容抽選 而應該是要在劇情的內部本身去思考 其實可能現在要引一引一點 我們要追溯究竟劇情的序事的起源在哪裡 其實電影最主要我認為 他只不過是一直的人類對於事物的塑造的一個最新的 甚至是一個工業化的版本 如果你追溯到原初的狀態 可能是一些童謠或者一些詩句 而最原始的甚至乎我們現在其實 如果撇除粵劇和經劇那種的體材 我們暫時看電影的鋪陳手法 其實都是源自於西方的戲劇 西方戲劇的源頭 正正就是一些辯證法 突然間跳去說辯證法好像比較古怪 但辯證法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如果大家對古希臘的文學 和他們的哲學有所認識 就會大概有些清楚 其實尼采也有說過 尼采在某一些哲學的書簡裡 都有說到其實文學和哲學 他們本身是一個關係 有一種親屬的關係 譬如柏拉圖的對話錄 即是他筆下的蘇格拉底的 一些談論哲學的某些編章 你會發覺到其實是圍繞著 蘇格拉底和學生的不斷對話 而你去看書本或編章 你會發覺和他看某些 柏馬的史詩 甚至一些古希臘的詩詩編 詩歌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裏面都是一些比較文咒咒的對話 但當中當然是有差異 甚至柏拉圖是比較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柏拉圖的哲學觀 你會清楚到其實他是不喜歡 一些比較傾向於所謂藝術的東西 他是不喜歡詩 他會認為河馬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的作品是有違理性的 而當中的 譬如他裏面所說的人頭碼 妖魔鬼怪 是否等於一些真實實在 會給予一種誤導 正如你彩所說 其實柏拉圖的對話錄 可以說只不過是將 將這個 將河馬那種 那種的問題 那種的故事 將它理性化 或者更加去 概念化的一些對話 即將裡面的神話要素 撇除了 但其實那個形式都是相同 究竟那是甚麼形式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是一種對話 多人對話的模式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 對不起 就是 就是一個故事 以及一個概念 鋪層的一個基本方法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正如 這個可能又要突然之間 又要說一下 這個老子的一個金句 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 其實 它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其實很多道理 是可以 去透過一些方法去說出來 但是 你不可能突然之間 直接對它說出來 就是 因為 很簡單 去說 甚至大家都會經驗到 就是 如果有一些甚麼 是可以 應該這樣說 直接去感知 那樣東西 或者直接呈現的一些東西 其實是有違於 我們的 我們所 我們那個 的思考方式 譬如 當我們去接受 一些視覺的效果 甚至去看電影 都會明白到 其實那些東西 都只是經過 湊合的 直接呈現的一些東西 但是 這些湊合的元素 我們必須經過反思 才可以得到 或者再去分析 才可以明白到 它原本的模樣 所以 故事和一些 道理的陳述 其實是 必須經過一些步驟 一步一步地去說 究竟是甚麼步驟呢 就是 這個就是 關乎到 這個所謂的辯證法 我這裏寫了 一分為二 的意思就是 正如 柏拉圖的對話錄 裏面的不同的人物 蘇格拉帝 或者 他的學生 就暫復在不同的立場 互相去爭論 在譬如他們論正義的時候 互相都會提倡某些理據 是希望將對方 所持立的立場 所得到的根據 是粉碎 或者是去質疑 而質疑當中 即是通過不同的立場 和概念的交流 或者是 一些衝突 當中 每個人所站立的立場 亦都會有所改變 或者是前進 亦都將整個本身 起先的某些 某些的視野 某些錯誤的見解 撇除 令到那個討論 是一步一步走到 這個終點 即是這個 就是某一些 傳統金句 真理愈變愈明的 一個道理 就是來自這一點 這個 其實 可以這樣說 帕拉圖的對話 正如理睬的見解 只不過是將 這個 河馬的 英雄史詩 將它概念化 或者是放了去討論 一些概念的地方 原本 可以這樣說 河馬的故事裏面 充滿著很多不同的角色 衝突或者碰撞 而透過碰撞和衝突 都推進了整個故事的發展 譬如 即是奧奧菜 那些 所以我們可以看回 在現在的故事裏面 我們都會包含著 最主要來說 就是透過角色去 去帶動整個故事和電影去推進 作為一個好的 不是說好的 總之作為一個編劇 究竟要怎樣才可以 將一個故事去陳述 亦就是透過不同立場的角色去說 即是在不同立場的衝撞 或者是在它所違反的 某些具體的客觀的情況之下 發生的衝突 去交代給觀眾了解 那件事件和人物之間的關係 亦都可以將故事慢慢進一步去帶領 而當中的一些衝突 正正是起承轉合當中的轉捩點 即是說其實如果扭桥這個概念 是來自於剛才大家所說的抽象形式的話 你要真正去理解這件事 其實我們一定要說回內容本身 而不可能只可以直接說回那套形式 但是這個方法是否十全十美 又似乎不是 因為我可以講一下例子 近來有一套薛定鋒文藝 雖然是莊文強和麥兆輝做編劇和導演 但是我們都會發覺到 裏面有一種爾東星式的問題 因為這套戲也是爾東星監製 爾東星所拍的或編劇的劇本 香港來說都算是受歡迎的 例如之前拍的新宿事件 成龍和范冰冰做主角 還有黃國監獄 還有黃國監獄 黃國監獄 黃國監獄 還有黃國監獄 黃國監獄 還有槍王之王 我會發覺到他的電影模式 甚至是香港人喜歡看電影的一個最喜歡的一個方程 你會發覺到正和邪的派陣所做的事 其實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雖然他們的口感是在對立 甚至他們的目的似乎都是商議 但你會發覺到他們所做的事似乎都相同 而去帶出究竟我們是否要執著某些什麼 所謂的善樂對分的概念 但今天不是最主要去講他那個 就是抽象地去講他的某些最喜歡去表達的故事的公式 而是很多人都救病 以東星式的故事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沉醉的大意念念的位置 譬如可能會在結局突然之間 那些角色就會爆豬地去批評那些角色 或者其實不止以東星的電影 近來有很多港產片都突然出現這種環節 譬如有禮圖的聖工作者十日談 在結局之間 都會突然之間 有些角色突然會講自己的心聲 去評擊其他角色 其實這些橋段或時刻 可以這樣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當我們去 當大家發覺到 其實導演 為什麼突然之間我們會發覺到 就是譬如有禮圖和以東星會出現這些問題 會令到 出現這些場面 而大家令到覺得很尷尬 和有些錯 和覺得是 一些不貼條 正正就是 他整個序事的形式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 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轉移 其實在譬如以東星或者近代的一些電影 都傾重了一種所謂的比較現實式的手法 裏面是撇除了大量的對白色的劇場的一些元素 因為電影可以這樣說 是比劇場之後的所謂的近進一步 即在時間上是近進一步的一個藝術工具 而劇場即是比較早期的一些比較同類型的藝術工具 他們會透過對白和一些肢體動作去表達 每個角色之間的代表的立場和他們的立場 但電影會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的偏重於那種所謂的視覺化 即純粹 而且他更誇張地想將自己模仿成一個偽現實的狀態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 是不可能出現到好像戲劇那樣的效果 除非你整套電影是很圓滿地 從頭到尾都是用一種戲劇的方式去表達 否則就會出現到耳東星那種奇怪的感覺 突然之間 觀眾會突然間感覺到自己突然會進入某個角色 而導演會感覺到導演上了那個色身 去說大閘的譴責的話 其實針對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有名的戲劇家 叫布萊希特 提出了一個戲劇的概念 叫梳尼效果 梳尼效果其實也很有名 除了出現了戲劇之外 也是一種電影手法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盡量將觀眾的認同感 與電影或劇場 將它不可能產生 因為說回譬如 如果你用一個辯證的手段 去呈現一個劇本 很多時候不同的觀眾 就會針對他所傾向的 立場 就視了那個立場 或者代表著那個立場的角色 成為他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發現到 觀眾的思考空間就會小了 因為正如現在所謂一種現代化藝術的宣稱 很多電影學校都說 其實電影是一種藝術 而且更多來說 它是一種解放思想 給觀眾去思考的東西 另一方面 以東星那種比較過分地去表達所謂 有些觀念的一個做法 就似乎跟剛才所說的有些分別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觀眾是有能力去進行思考 其實我們不應該好像填納色 將很多的所謂價值觀的觀念 突然之間爆出來給他們 而是應該由他自己去思考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呈現了一種 為了一方面 觀眾可以更加參與到整個辯證環節的進行 因為其實故事 電影 或者古希臘的哲學 甚至乎黑格爾 是不是黑格爾 我忘記了 或者是老子 都有提到 所有的一些發展性的元素的事物 都必須要以這種方法去推進 觀眾可以透過不同的各個立場 或者是所謂的 不同的立場 去了解到不同的事物的所謂對錯 或者是其事物原本的面貌是怎樣 這就是正正所謂的正反合 正面反面 所以出現了合體的階段 還有一些空鏡 或者是一些不多對白無心靈交代的電影 還有我想推薦大家去看的 法師賓達所導演的Fox & His Friends 還有他的羅拉 這兩部電影都是一套非常出色的電影 可能之後未來都會進行討論 還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例如高達的某些電影 其實裏面都有很多疏離效果 甚至乎他自己都沒有打算怎樣做 但因為他那種形式主義 令到觀眾跟電影本身都出現了一個距離感 產生了一種代入感 令到觀眾更容易地 透過這樣他們更加可以投入到 跟導演產生辯論的一個 這個才是導演所想的目的 因為如果他想觀眾去參與這個分析 所以今天時間差不多 可能下次會講一講法 斯賓達的Fox & His Friends 這部電影可以進一步去分析 還有講究竟戲劇的 或者可能要講一下其他戲劇的發展史主義 今年的時間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